我们养护的橡皮树呢 很多花友都喜欢 给它砍头 长出更多的分枝 打造一款棒棒糖的橡皮绣 那就看一下我这两盆 经过了多次修剪 现在呢 非常漂亮的一个灌符长出来了 儿子呢 不高 就关键是 这个叶子呢 非常宽 非常肥厚 非常具有宽散性的 我们这个橡皮树呢 要想它长分枝 花友们一定要记住 在它生长期的时候呢 给它砍头 生长期砍头呢 更有利于它冒芽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要想它后期冒出的芽多 壮 养分一定要跟得上 刚才大家看到了 我那些呢 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方法来 养护的 每个月 用一小勺塑效的富豪肥 撒在盆土表面 能满足橡皮树生长所需要的 各种养分 有利于这个橡皮树呢 越长越忘秀 所以说呢 喜欢橡皮树的话 你们 要想打造一款 这样美观的橡皮树 我们呢 除了砍头之外 养分一定要足 好了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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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